正值南区二旗道座整地插秧的作业 不过长达一个月左右都是高温无雨的天气 使得灌溉用水更是吃紧 即便农田水利会也早早的启动了轮贯的机制 但是由于雨量少造成灌溉水墩尾端 广大的农田无水可插秧灌溉 玉西地区的农会指出 相较于去年的同期 目前仅有五成左右的二旗座完成整地插秧 农民心急如风也十分的无奈 花莲南区长达一个多月高温无雨的天气 使得傅礼玉礼及佐西三乡镇二旗座农田灌溉用水缺乏 各个农田水利工作站为了不影响整地插秧作业 也早已启动轮贯机制 轮贯的地方有第一个就是丰田寸 丰田寸大概有1300公顷在轮贯 每两天轮一次 再过来就是我们的长梁镇 长梁镇将近有600多公顷 也是两天轮贯一次 而且轮到没有水 后来从一里 一里镇的水 剥了大概一个CMS 每秒一公尺的水 给长梁协助轮贯 还是要轮贯 剥水过去还是轮贯 所以一里镇的水量减少 减少的话就是要调节 然而近期内降雨量少 加上高温曝晒 水快速蒸发 款不济及 在升多周少的情况下 不少农民担忧 二旗座恐怕也来不及查阳 预期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就指出 相较于去年同期 目前二旗座还有一半的农田 整地好了却没有水可以插阳灌溉 以往都有足够的水量 到这个目前为止大概都会插 插阳已经超过七八成了 但是目前因为缺水的原因 尤其是这两天春日德武这里 市区那边有下雨 这边也都还没有下到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玉溪地区的部分 大概目前的插阳进度 只到五成五成五左右这样子 对那目前我们是希望说 水利会帮忙轮灌以外 也请上游的农民 因为我们这边的习惯就是这样 东风那边会先插 那边如果插好的话 就请他们用水的部分 体谅一下下游的农民 连续超过二十八天以上 高温不渝的南区乡镇 即便近日出现午后雷震雨 但杯水车星也无济于事 农田水利会才轮灌机制 近年也在灌溉水军末端广设抽水机房 来抽水应急 而飞喷关区的部分 也协助农民在临近吸水 设置临时抽水机 就近来抽水灌溉 农田水利会无所不用其极 希望尽最大的人事解决 灌溉用水持景的问题 而剩下的就期盼老天爷能帮帮忙 降下甘霖滋润灌溉大地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